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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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注秘密30年 当然就发展 研究而言 已经比较成熟 同时 某些程度上 意味着突破的话更加的困难 同样面临这个问题的就是肝胆外科 而肝胆外科堪称普外的明珠 而明珠的意思就代表着 你没法选择一条普通的道路 极端一点的情况就是在基层医院 或许你就只能做个胆结时的手术罢了 肝移植其实只存在少数地方 另外部分地方有个偏门分支 或者说正在成为最热门的普外 血管外科 肝兴趣的可以考虑 血管外科顾名思义全身各处大小血管归他管 血管外科主要的针对疾病是静脉曲章 不加综合征 一些动脉炎 动脉瘤 都放在这里 其实是一个从胸腔腹腔双下肢无所不包的专业 对综合素质要求其实应该算是普外中树的拙的 也会涉及一些支架的放置之类的工作 对身体也有一定的要求 二 泌尿外科 道听徒说的成分居多 不敢妄下结论 通过交流可以得知 现在似乎对于男性功能方面的研究比较前列 我们已知走在前列线上 而关于恶性肿瘤 结石等 也是比较成熟的 部分地区有专门的肾移植中心 当然 器官移植方面 肾移植最为成熟 换句话说 最为简单了吧 有之于此的可以考虑 三神经外科 其实很多时候 很多人也有一股子冲动 把这个归于那啥二B外科的行列里的 所谓神外之人 必须要对身外之物免疫才行 需要经过大量的训练才能达到不错的水准 培养周期长 耐得住寂寞的 可以选择 当然与肝胀外科类似 有取高和寡的感觉 尽管培养周期很长 但是并不意味着接触手术操作会很晚 培养是连续性的 而非断开的 所以在期间也会受到很好的训练 当然研究生阶段的训练是远远不够的 四心脏外科 某些医院叫心胸外科 无非多了胸外科的部分 同样很高 但是很多时候不如神外书心 原因 你去问问心内科大夫 你就懂了 知音寥寥 倘若喜欢 那妥妥的 可以成为这方面的一把好手 五骨科按照一般的分类法 大概分为骨创 脊柱外科 关节外科几个分类 从困难度来讲 脊柱外科的上手难度更大一些 骨创对于基础的要求更高 关节外科怎么讲 比较混合 对于一些男生可能会很感兴趣 而骨科大开大合的手术方式 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过瘾 同样的 对于基本外科技术的培养 也是很快的一个科室 另外就是急诊量的问题 急诊里面的急诊外科病号 将近80% 是骨科加神外的病人 所以选择骨科或者神外的同学 要好好考虑下这个急诊的问题 别人家的急诊 可能就是个阴晶记带撕裂 高瓦扭转 泌尿外烫腔了 你这急诊一晚上折腾不完的 六 内分泌科 一言以蔽之 可以说各地的内分泌都是热门 一方面热在比较清闲 一方面热在研究 所以女生大爱内分泌是无误的了 是 高分文章的高发地 另一个高发地 我会告诉你是血液科 也是集合了干净与较好的工作环境的一个选择 七 呼吸内科 呼吸内科 包括呼吸道感染 咳嗽 咳痰 流涕 咽喉痛 胸痛 肺炎 都属于呼吸内科的范围 医生很挣钱就不说了 天天跟谈打交道 只要把谈完好了就是呼吸内科高人了 把消化内科热门 同时也是冷门 在关注自身科室情况的同时 很多消化内科的住院们 喜欢跟肿瘤科的MMS混在一起 当然克罗恩病等一系列傲娇的家伙还在等待着你 抛出去所谓的肝脏三部曲 消化内还是有其可爱之处的 九肿瘤与血液一句话 热门 素来 当然也要看你所在的医院的导师的水平了 很多地区都有专门的肿瘤医院 所以说就业口还是比较宽 当然同时也不适合乐观了 血液 经历过考研 或者正在学习内科的人 都被其折磨得死去活来 同时让你愈先愈死的还有本专业的研究 十风失免疫 如果你仅仅想图安逸 看来这个科是合你 如果你想干事业 这个科也是合你 因为这一样也是内科系统里面为之领域较多的一个专业门类 这个问题很纠结 完全看自身的想法 如果不幸你是图安逸去了看重科研的医院 你会很痛苦 反之如果你是想好好研究点 什么你去了一个图安逸的医院 你一样很痛苦 十一龙 重推荐 心脏内科一句话 TCI 你懂的 当然心脏内科的主要并非只是支架 这里也算得上是事故的高发区 或者说是纠纷的高发区 患者眼里的事故往往都不是事故 这一点心内科的人可能有更多的感触 十二龙重推荐 神经内科这儿 根心内都是高富帅 神经保护剂的应用 现在尚存在着一定的争议 由于我国院前急救以及诊断中风的情况 并不容乐观 所以说真正来到这里的Stoke患者能够及时绒栓再通的比例极小 也就意味着基本上急诊的神内病人送过来都不会有太好的转规 这也是神内的麻烦之处 另外就是对科研能力的要求 可能比较高的一个科室 最后附上耶路大学医学院的一名住院医提供的专业选择推荐图来总结这个问题 来源护士家园 导致开始 asil